一心想为自己父亲,哥哥简单免优的三嫂爷秦宇一直苦练外功。 由于自己内担无法聚弃,找许多高手都是为其武功操劳,内修执法一直没办法。 眼看一天天成长的秦宇为了提高自己去找封伯伯,还送去了宝石替父亲的五大先天高手打造兵器。 自己只是随便弄了两件,听了封伯伯故事后努力继续突破。 果其不然,变更方法之后,耳力,眼力明显提高数十倍,速度,力量伸伸手便于一体。 于是自己改头换面去执行秘密任务,杀手。 鬼知晓对方竟然是相逛,毫无惧色解决两个先天高手,面对相逛,父亲死对头。 自己拼尽全力也没有站丝毫上方,一直被紧逼着,变换招数也没有用,最后无赖卸下负重贫死一搏。 难道他真的什么也比不上相逛了,其实能不能比上没关系,再说了敌方是自己国家对头。 怎么弄这样轻易给自己解决了呢?说明不是吃醋的,为了父亲,哥哥,民族做出这样努力实属不易。 请雨,加油! 不管我们身处何的,不管我们职业贵贱高低,不管我们学历如何。 坚持加油下去,给自己动力,找出肯为之拼搏之人,拿准变换招数,一起踏步成功吧。 怎么晚没睡的你一定有自己的理由,不管你现在加班,或者玩游戏,或者流浪在外嗨皮,都希望你们保重身体。 希望你卡里有钱,手机有点,车子有油,身边有亲戚朋友,加油! 天结降临! 情德,我有灵气,情雨,我有流星泪,小黑,真香! 天结降临! 情德,我有灵气,情雨,我有流星泪,小黑,真香! 目前正在热播的国曼剧作《星辰变》。 剧情已经更新至第十一集,情德杜杰遭到大总管革命的叛变,围在旦系。 从情德的杜杰过程上看,四九天结的四道天结堪称恐怖,尤其是最后一道雷结画龙。 而且他遭偷偷,情雨和凤玉子皆被擒拿,最终能否渡截成功呢? 情德。 情德。 情德实力达到先天大圆满境界,触碰到了四九天结的降临,通过先天八卦阵和祖龙爵的先天刚气,成功度过了前三道天结。 在最关键的时刻,突然遭到大总管革命的叛变,偷袭暗算了情德,导致他身负重伤,此时最后一道紫色雷电巨龙即将降临。 他将祖龙护体炼至大成境界,加上中品灵气的辅佐,成功地化解了最后一道天结,静生修真者。 如果没有中品灵气在手,身负重伤的情德估计会被灰飞烟灭。 秦宇 秦德杜杰成功却受重伤,两大修真者不仅抢夺了五件中品灵气,还再次重创秦德。 秦宇为了救父亲,与其中一名修真者同归于尽,心脏都被刺破,当场无生命迹象,之后被赶来的小黑给救走。 秦宇 秦宇只身面对天结,有流星类的辅佐,相信应该能安全度过。 秦宇 秦宇 秦宇宇 秦宇 凡人界,从小陪伴在晴宇身边,成为他一生最好的兄弟。 作为一只神鸟,他拥有神王才能领悟的时间法则,四九天结仅仅是成为金丹琪的一个考验。 对于小黑来说,当然是小菜一碟,小黑直接将天结吞下都不是不可能的事,毕竟小黑是个吃货,小黑之大,一锅炖不下。 天结降临 秦德,我有灵气,秦宇,我有流星类,小黑,真香。 欢迎吐槽和评论。 星辰变晴宇,人生处处是惊喜,随便捡个东西都是宝。 秦宇的的逆天不是没有原因的,在他的一生中,处处都充满了外挂,并且每一个外挂。 都是非常逆天的存在,正因为这些外挂的加持,才能使他走到最终的世界巅峰。 黑羽,小黑是秦宇在云雾山庄时连爷爷送给他的一只小鸟,当时只是因为觉得秦宇一个人在山庄里无聊。 刚好捡到一个小鸟送给他做伴,最初的小黑真的是特别的萌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黑也慢慢地长大。 开始慢慢地显露出自身的霸气,虽然现在的小黑并不是非常的强大,但是到了后期。 却是能够跟神王相媲美的存在,身份更是暗殿彭王与妖族女子的后代,只是产生了变异。 星辰类 晴宇与小黑在山顶上看星星,一颗流星划过天空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决定去看看。 在山里找了半天,终于寻的,但是意外的是当他捡起的时候,星辰类就自动地融入了他的体内。 刚开始没什么感觉,但是当晴宇受伤之后,星辰类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,治疗的能力简直不要太强大。 因为星辰类的获得,晴宇在与敌人对战之时,就能够以伤换伤,不要命的打法,因为只要不死。 星辰类都能够修复,其真实身份是神界生命神王的一滴生命之类。 终焰赤铁 晴宇在拿妖兽练手,与妖兽大战之时,无意中挤破了山体,露出了一块石头。 竟然连小黑坚硬的爪子都不能破坏,而且还出奇的肿,拿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上仙都未知动融的炼器材料。 后来封尊者更是用这块中厌赤铁链制了多把中品仙气,也为晴宇打造了护腕。 因为这块链器材料,在晴德镀结之时才得意抵抗楚国的破坏。 晴宇的运气真的不是一般的好,随便抑制小鸟是变异的神级妖兽。 剪科流星是神界生命神王死前留下的一滴生命之类,打个妖兽也能剪快高级炼器材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